所以你要买的东西都有 而是很少人 持续分享尾巴冲突后的生活 位在以色列的台湾人 在第五天到超市补货 跟以往相比冷清许多 观察没出现囤货状况 酪梨还有番茄 以及最重要的这次出门 其实是为了买收音机 还有这个叫做手电筒的东西 东西一次买其尽量避免在外出 毕竟这冲突持续升温 根本不知何时才会结束 其实Kenny的教会之前 他们在网路上 也有跟加沙走廊的基督徒有联系 那目前他们是联系不上这些人 以色列日常反而变成走一走路 就得夺炮弹 也让以色列背包客波阿斯 贴出护照和机票 说自己要回家了 但他也提到 飞机上有许多想法跟感受 还是思绪模糊 甚至想到哈马斯很生气 不过他也特别想感谢 外管一路协助 台湾驻以色列代表处 脸书不断更新 原本规划十四号先飞往希腊 但愿意使用此包机的国人 人数很有限 后来就取消 再开辟其他方法 建议经由约旦搭机返台 他们能够提供边境通关 前往安曼机场的交通 海陆方面则是建议考虑自海发 或搭乘邮轮前往希腊 其实冲突一爆发 就在讨论到底要不要撤侨 外交部驳斥不帮忙的说法 强调有和国人密切联系 也希望各界职一声浪能够消灭 东武大学助理教授 陈芳宇也发文提到 2018年关系机场事件 最后造成外交人员 亲身的憾事 他认为外管的人力非常有限 也不是旅行社 更不是保险公司 冲突来得突然 板机取消或延误变化多 外管尽量协助安排 不让国人感到无助彷徨 TVBS新闻连至旧选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